做小火车 怎么回事 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车 这是我的形状小火车 要想坐车 你们必须找到和车厢上的形状一样的物品 真是麻烦 我们这就去找 我头上是方向的面包片 我做方向车厢 我头顶是圆圆的大西瓜 我做颜色车厢 那最后一个车厢肯定就是我的了 火车 怎么坐不进去啊 皮皮 你可真笨 最后一截车厢上的是三角形 你找到的图鞋可不是三角形 原来是这样 不行 我头上的足球也是圆形 奇奇 我要做圆形车厢 我怎么被挤下来了 因为每截车厢只能坐一个人 看来圆形车厢是我的了 奇奇 你就别做形状小机车了 皮皮 你怎么能这么自私 明明是奇奇签坐在圆形车厢里的 不要你管 没关系妙妙 我有办法 奇奇二我七七七 接着三角形 现在我可以做三角形车厢了 什么 这都可以 不错 大家都做好了 我们准备出发了 等一下 你们要去哪儿玩 我还没上车呢 可是我的小火车已经坐满了 熊依依 你那么厉害 就想想办法吧 这 好吧 召唤车厢 太好了 我进 我怎么进不去啊 龙大 这是形状火车 你的车厢上是什么形状 这 这截车厢上没有形状啊 龙大 最后这截车厢的形状你来决定 但是你必须说出五种这个形状的物品 哈哈 这还不简单 我就说长方形吧 长方形的 有辣条 橡皮 文具和冰箱 还有 还有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龙大 游戏 啊 游戏 游戏 什么游戏有形状 哎呀龙大 你真笨 手机 手机啊 对对 用来打游戏的手机是长方形的 当然有人提醒 不过也算你对 你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太好了 太阳 给我变长方形 手机 给我变圆形 我的手机 没想到坐在火车里 还有这样的魔法 只是太好玩了 龙大 皮皮 你们说的图形都是错误的 不能这样 哼 反正现在熊姨又不在 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就是 快住手 形状火车我上 我把形状火车拿出来给你们 是为了帮你们认识图形 不是让你们搞破坏的 孩子们 你们都认识什么图形啊 我知道 我的玩具车 能变成玩具人 这是变形 放假的时候 爸爸妈妈带我去外地玩 这是旅行 皮皮 你说什么 老师 我这是口型啊 你们这帮孩子 说的都是什么 老师 没关系 我有办法 正确的图形 才能给生活带来便利 你们竟然用魔法搞破坏 对不起 熊姨 我们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们吧 有没有人想到我们可以玩的 有没有人想到我们可以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